我前面花了很多錢買消毒用品和口罩 我也是 所以我們決定 吃便宜點 今次第一間就是香港人最喜歡吃的米線 米線 好了,米線可以叫雙拼、單拼 或者三拼都可以 究竟怎樣叫最便宜呢 我們現在一起去實測吧 Let's go 我們現在為了印證到都市傳聞 究竟拼得越多 是否越少送越少分量 我們分別叫做單拼的物園、雙拼的物園 和三拼的物園 有不少人可能都會想 明明自己加配料是有價錢 又不是用回單拼的價錢轉做雙拼 為何要求去我原本的份量 唉 不過既然不能改變這個狀況 唯有計算叫多少拼 價錢才是最便宜 我們先數下第一回合 我們先數下 所以這個傳聞原來是真的 沒錯,就印證了越多拼 就是越少分量 為了計算多少拼才是最便宜 所以就作了這條算式出來 不過小片的數學就不是太厲害 算式都是粗略估計 如果大家有更精準的計算方法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單拼麥丸米線35元一碗 有6顆麥丸 首先扣除淨米線的價錢 也就是35元-20元等於15元 而因為單拼有6顆 所以將15除以6 每顆的價錢是2.5 而雙拼麥丸米線 以加配5元的送為例 一碗40元 扣除正米線和第二個送的價錢 也就是40元-20元-5元 同樣是15元 但因為雙拼麥線麥丸只有4顆 所以將15除以4 每顆的價錢是3.75元 再計算三拼麥丸米線 以加配兩個5元送為例 一碗45元 以加配正米線和第三個送的價錢 也就是40元-20元-5元-5元-5元 亦同樣是15元 不過三拼的米線麥丸只有3顆 所以將15除以3 每顆麥丸的價錢是5元 總括而言 單拼麥丸米線 不論在數量還是價錢方面 都是比雙拼或者三拼優勝 果然和傳聞一樣 又抵又多 麥丸只是作為參考舉例 單拼雙拼或以上的丸類數目 適用於所有丸類 其實我也有個建議 如果你真的和朋友一起吃 可能你把菜拌亂 譬如你喜歡吃牛肉 我喜歡吃麥丸 我們應該單拼牛肉和單拼麥丸 如果叫單拼麥丸米線和單拼牛肉米線 價錢分別是35元和34元 總數是69元 除開每人都只需要34.5元 而交換菜後 兩碗都由單拼變成雙拼 分別有3顆麥丸和約5片牛肉 雖然比起自己叫一碗雙拼 是少了1粒麥丸和2片牛肉 但就相對足足平了5元 如果剛巧你和朋友口味都差不多 都真的挺划算的 如果你同時和朋友都想吃同一個湯底 你又想吃番茄 我又想吃番茄 雞一個就行了 味淡一點 但都省了五毛錢 五毛錢 對 在網上有網民分享了另類食法 就是叫一個正的米線 再加一個小食 再把醬汁拌入米線 這個時候當然要叫酸泥白肉 有我最喜歡的酸熊 但因為不是每間店舖都可以走湯 我們現在就不可以了 所以我們決定人工走湯 用兩隻匙間一起不走湯 沒錯 好,來 我們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酸泥白肉倒進去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酸泥白肉倒進去 神聖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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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酸泥白肉倒進去 小心點不要浪費了 現在倒進去 我們撥下去了 哇 是正的 哇 終於撈好了 很想試試 我已經聞到濃濃的酸泥白肉 對,我覺得很好吃 有很多厚水 會給你吃 唉 她不肯分 唯有吃完我的湯 而且如果你撈完整個酸泥白肉 如果覺得酸泥不夠的話 其實可以叫姐姐多給我 一斤你 或者多給你 你看她 她吃這麼多酸泥一定 很口臭 你覺得聽不到嗎 唉,吃飽了 很滿足吧 我們不要浪費 打包回去給同事吃 對,如果你有更省錢的叫法 或者是特別的食用方法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吧